來看就是我們臺灣有這麼多留學生 是在這次日本的財庫裡面 所以我們派在那裡的辦事處 今天有來過派車來協助我們這些學生 特別是領地的這個仙台留學生 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另外這段位的這個大地方 現在有影響到臺灣跟日本的關公 如有散役 所以這幾天已經有這麼多流行 是主動來統治民眾說 現在這個關公團是要演團 那就是要替團 為了合照比尾困在日本 東北財庫留學生 我們到處理經濟文化代表處 在網站團消息 表示今天載客安排車 到東北財庫 合照留學生 關鍵離開財庫 經過交易報上新統計 再起10點35分 已經順利在31位留學生 離開先臺 以及3點前到三神線了後 再半百的交通港区到東京 另外在東北東財庫 根本四年六十七的留學生 也順利聯絡到 而且共立地等了後四代的兩名 交易博士生 目前都健平安保的事 最快今天可以跟九十多 回聯機回來台灣 20位的師生去參加這個學術研討會 那就失聯了 失聯了 那很高興的 剛剛我們接到最新的電話 告訴我們說說他已經安全了 共立地等夜嚴重影響 第二次間的關鍵路有生業 嚴重表示這幾間已經主動 統治民眾演團 也就是替團 他說今天開始 竟然還有一部替團條 加上三四位是看音會大過 算是十分高級 福島還有仙台 這兩個地方是影響最大的 等於說這個地方是完全不能去 不能出團 因為是紅色警戒 這兩個地方的團大概就有二三十團 那加上北海道 還有東京的地區 以至於說消費者想要退團的 這些影響了 我想total人數會再上好幾千人 關鍵郁以後日本來代理處 因為這次地檔都死了 另外九十暗位置台灣五十八入行團 522名團團團地留日本 結果今天會有三點到五點 都有一團入行團會回來台灣 記者綜合不得